好,我们这边来看一下斗舞对着WBG的第一局下半场 上半场艾莉是掏了一个艾维啊 就说实话我有点没看懂的 她的割剧这么厉害 其实什么阵容都应该打割剧啊 除非对吧 你主打那种控场性监管 这边的话兔子就爱 哇天 这波好像是被骗了一手 直接一个震慑啊 哇天 30秒啊 这是一个失常的割剧啊 这个震慑对于穷者来讲 因为他们是双拨命 那么待会的话 第二波就得让病患来救了 野人这边被排到位置 这手震慑其实讲道理啊 以兔子的实力 再加上他这把又是一个 失常 这个局就是一个四抓 就没有的打了 就这个局现在已经结束了 结果是四抓 那么加上艾莉上半场的一个平局 就是WBG这边丢五分 没有任何可翻的点 因为我这边失常还没用出来呢 人已经二挂了 那能踹一脚吗 最好踹不了 其实也无所谓 就留着这个失常 踹关键机就可以了 变换这边来救一波呢 其实意义不是特别大的 意义不是特别大的 因为这边虽然说心理学 救下来可以吃两刀 救下来可以 吃两刀 这王可得扛住啊 好 好 这里 病患救下来 6不动了呀 那怎么6 我顺便把这个病患都抬了 对 病患过来把病患都抬了 反正这边心理学 还横竖两刀 对吧 慢慢处理好了 我把病患抬了 心理学这边的话 我甚至可以切闪 挂飞 以后再回头来挂病患都可以 机子挂飞一个人 密码机总量差了两台多 差了两台多 想一想能不能跑一个吧 就这个局如果说穷人能跑一个 算是 哎呦 我天 逃神 力挽狂来吗 博弈一个抽刀 博弈一个抽刀 哎 可惜 兔子的话可能会切船啊 我觉得可能会切船 球人这边的话呢 把病患状态给补了 看这一手 距离上面来讲 离桥边的机子 回忆这台机子不算特别的远 还是应该过去踹一脚 踹一脚以后慢慢打吧 现在才三分钟吧 踹一脚 然后慢慢打就好了 这个时候就消耗啊 因为球人这边有个入恋师在 所以说我刚刚考虑了一下 会不会有机会能够跑一个 就是看这手入恋师 因为球人这边要跑一个 他们得干嘛呢 得把密码机修完 而入恋师这个角色 在残局的时候 他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不怕被抓 因为我被抓了 我可以灵救自己 救自己 但密码机还是苦于 密码机差的太多了 还是差的太多了 要打的话 就是野人和病患是都不能被找到的 唯有入恋师这边可以被抓 唯有入恋师可以被抓 入恋师被抓这个局 还有打下去的可能性 入恋师之外的求生者 哪怕是野人 哪怕你入恋师有博命 也不行 也不行 更别说病患了 病患被抓嘛 那就还是刚才那句话就四抓了 再想想啊 我们再严谨一点 再严谨一点 能不能有什么可能性 可能性不在于牵制啊 各位观众 牵制一切都是 肆要的 或者说我们的关注点 一定是锁定在这边的密码机上面 就是密码机他能修掉 才有后续的一个跑一个的剧本 这里的话挂野人 好 这首挂野人是我没有想到的 因为挂完野人之后呢 入恋师自带一个灵鹫 可以考虑递叫了 其实兔子密码机场上面插两台吉他挂野人 是一个不是特别好的选择吧 这边把灵鹫换过来 是要灵鹫来救人吗 强行顶无敌救人 救人不太行的 这个如果顶无敌救人 其实意义不大的呀 当然不救人嘛 地窖那个位置切放狗咬住 最终还是四抓啊 可能是兔子比较有信心吧 可能是兔子比较有信心 但是其实是 我觉得可以再严谨一点 再求稳一点 就是野人放在地上 慢慢打就好了 这把确实上来那个震慑 以兔子的实力 确实没什么悬念